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現在是講無這種這樣的職業 或者這種人的下集 先講講中國毛 上集講了中國的毛 在古時是 毛也 毛也 或者美也 或者靈也 甚至乎伊也 大家都聽過這個 我們的祖先 叫皇帝 皇帝呢 皇帝呢 其實呢 是不是一個人呢 是不是一個獨立的人呢 在古時讀書的時候 那些老師呢 都創地解釋 說皇帝 是一個人來的 是一個獨立的人 雖然呢 在史記裡出現 但是這個人出現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 所謂傳說中的人物 在近代 皇帝 這個 名稱呢 可以是一個 族 是族的名 就是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呢 他不是一個 單單的人物 而是一個 是族的 族的族名 那這個皇帝 中國皇帝的 王字呢 就不要寫錯 這個是 黃色的 王 到了百字頭 下面的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秦始皇開始呢 使用了這個 皇帝的 王字呢 作為呢 他的 Emperor 他的 大帝 的 稱號 之前呢 在春秋戰的時候呢 這些是諸侯王而已 都是三惑王 諸侯王 甚至乎周朝的 皇帝呢 都不能夠 用 白字頭 下面的 王 王字 你都去講的 好了 那 大家 有沒有奇怪 為什麼 他叫做 皇帝呢 為什麼不是叫做 綠色的帝呢 不是叫做 紅色的帝呢 那叫做 皇帝呢 那原來呢 皇帝傳說中的 中古遠代的 華夏 民族的 共主 共主 共者就是 共產黨的共 大家 共同推舉 他為一個主人 一個率領的人物 是 後來呢 我們說 五帝之首 那 這個皇帝呢 他本來呢 然後說 雙泉 相泉 相泉 聲公孫 福勝 因為呢 他出生於 tutor 牽原之幽 所以又叫做牽原氏 是这样来的 又有人说他不是姓公孙 同时他是姓姬 姬彭菲的姬姬 那为什么会姓姬呢? 因为当日他在姬水 这个地方 姬水地方出生长成 所以 以姬为姓 所以后来也是 姓姬 那你知道中国最早的时候 在三皇帝之前 未必是有姓氏的 中国的姓氏很多 是起源于他居住的地方 也有是他分封的地方 比如我姓楼 这个是 这个楼字本身 作为一个文字的解释 非常之空满 你看看他有三把刀 上高某字是一把刀 下面金字也是一个金属的製品 旁边这两栋 其实是一个刀字 那就是呢 他的意思呢 可以很明显看到是用刀 用刀做什么呢? 不是宰割食物 是杀人 所以呢 所以这个楼字 如果用解释 作为文字的时候呢 它是杀人 为什么呢? 留其人 古书都说 杀了一个人 但是现在呢 通常都不用这个 这样的意思 只能用一个盛事 因为盛事也是 一个奔封地 封在那个地方 所以叫 后来呢 跟这个分封地呢 而作为一个盛事 中国人的盛事 很多呢 是分封的地 或者是阻止的地 来到决定的 那刚才 刚才讲了 那个 他姓 基呢 就是基水 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叫基水 姓基 他又是 有名 有红士 有只红人的 是不是真的有红人呢? 那又未必 红人很凶滑 加拿大呢 经常呢 很多红人呢 在露营区呢 都 捕死了一个小孩 那小孩呢 那小孩呢 看惯了卡通片 看惯了那些漫画呢 以为红呢 是很仁慈 很善良 很friendly 但是呢 原来 红人呢 那只爪呢 好像五把刀那样 一只爪 一伸出来 一捕下来呢 他的力量呢 那只红人 小的呢 都二百多磅 大只超过 那么 那个力度 力水呢 一捕下来呢 那真的五度伤口呢 割穿心肺 他不是真的 有只红人 他是 在有红这个地方 建立他的国家 建立他的领土 所以呢 亦称为 有红氏 那 那当年呢 在说 中国的 五行学说呢 在那个时候已经流行了 那 有红氏呢 就是 天然皇帝呢 就是以土 为王 土德为王 土德呢 土德呢 金木水火土 五行 如果以土 为他的五德 所在呢 土的颜色 土的颜色 是什么色呢 属于什么色呢 那很 简单的一个逻辑呢 或者观察呢 就是 土是属黄色的 黄色 黄色 就是Yellow 黄色之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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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称 这个天原皇帝 为 皇帝 如果你知道呢 原来他是 以土为德 土呢 颜色是黄色呢 他叫皇帝呢 那就容易记了 容易记忆 他是皇帝的 那这些呢 很对不起 你听过这个节目呢 就自然有这种呢 解释 有这种呢 文化上的呢 解释 那 因为他呢 比较是 或者这个世俗呢 或者这个个人呢 是 相当聪明 相当呢 啊 呃 呃 呃 有对人类 当时的中文呢 有贡献 所以呢 后来呢 亦打败了 痴尤 一会儿我们再说到痴尤 而呢 使得 中原一个地方 一直长久和平 建立了他们的农业社会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专为我们的 祖先 皇帝呢 就是我们的祖先 称为 炎王子孙 就是我们 所称呼自己 是皇帝的祖孙了 炎帝呢 是另外一位 有的人 一来说就是皇帝 这个呢 用后慢慢再研究 再告诉大家 那 他对人 对当时的中国人有什么贡献呢 他呢 首先 发明了力法 这个力法呢 中国的农力力法呢 其实呢 不只是以月亮的盈亏 来做的 他四的时候呢 中国的力法 这个立东 立下 立秋 立春 这个呢 是以北半球 太阳的 翻回来 回归线 再翻转头 的一个呢 计算的 其他呢 就是以月亮的盈亏 来到去计算 那这些计算的力法呢 是有助于什么呢 有助于 刚才我说了 皇帝是建立了 他们的 农业社会的 耕种的力法 就是在 北半球的中原地带呢 他们 农民呢 就依据着 农力上高 所显示的 力法的 設器 而 从事耕种 几时下种 几时 随从 几时 收割 几时 东藏 全部呢 依据力法 而力法呢 通常来说 都是很准确 尤其在中部 在这个 中国的 北方 依据力法呢 自然呢 就会 很 很长迅 工作很长迅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因为 不是 28日呢 就是一个周期 是30日 就是一个周期 所以呢 所以 又補回 所以又润略 这个呢 融后慢慢去 再 再说 那 除了力法之后呢 他还发明了很多 天文 地理 阴阳五行 甲子几年 十二生肖 甚至乎 有说到呢 他是 和文字 图画音律 都有关 或者占卜 或者音乐制制 这些 很多人说 甚至乎呢 风水 都是呢 皇帝呢 的 后来 的 发明 的作为 那 这个呢 我们统而言之 都是一个 一个字 中国人的文化 最早的生活习惯 和遵守的规律 是从呢 很古代的文明 开始 已经 拥有了 而且呢 延续下来 差不多 有成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间呢 改变的地方不是很多 但是呢 持久地进行呢 真的呢 成为了呢 中国人呢 的一个 生活的指标 或者指导的思想 的文化 这些是政治 或者经济其他力量呢 是不能够呢 移动它半寸的 好 好了 那么 皇帝 的对手呢 是谁呢 在历史上呢 在史记上呢 都有记载 这个呢 就为之 痴尤了 这个读痴字 痴尤 是什么人呢 是居住在长江流域 就是当时的 中国的 中原的南边 是不是去到 香港呢 所以 这个香港是不是中国南方呢 这个呢 有政治正不正确的说法 这个南方呢 在长江流域的时候 都是一个 南方的地方 这个南方呢 就 有所谓 狗黎了 狗黎是一个族名 是一个 民族 那么当时呢 当了这些 这样的民族呢 是南韩来的 其实呢 可能不是北方的人 但是呢 在现在来说 都算是中国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也有可能是 妙族 有可能是 藏族 有可能是 其他小数民族 那他和皇帝之间 引起的冲突 战争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呢 就此打转 我们下一回呢 第三回呢 说到毛的时候呢 再和大家 分享 这个这样的 痴犹 和皇帝之战 而他的后面 引致到的结果 是怎样呢 下回呢 也和大家分解 希望大家 喜欢这个节目啊 多谢各位的捐款 还有呢 多谢各位呢 的支持 还有鼓励 那今天 如是我们呢 分享两节 新的 形式呢 暂且 和大家 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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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